前年新乐客台风时 造成高雄县的甲仙大桥断裂 新桥今天完工了 走路马英九及行人院长吴敦毅 今天一同前往剪彩启用 而八八风载之后就停办的甲仙玉损节 也在今天重新开幕 通车第一天也让甲仙涌进不少游客 不过到底能不能重整当地的观光呢 业者不敢太乐观 共行景观桥全部漆上象征甲仙特产芋头的紫色 新甲仙大桥终于完工 总统马英九和行政乐长吴敦毅 都来为新桥剪彩启用 扮演甲仙门户的甲仙大桥通车 上增甲仙对外交通已经可以畅行无阻 宗教团体也走上新桥祈福 停办了两年的遇损节 更是趁机恢复举办 地方镇头都来共襄盛举 希望重振甲仙的观光热潮 家人就一路想说来这边 就顺便来这边 这边有活动嘛 因为通车啊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一看啊 然后看到这边的商机就复苏了 就蛮不错的啊 芋头冰一碗接一碗卖 热锅里的芋头糕也间隔不停 通车第一天 游客不分就与新知全部涌入 但业者不敢太乐观 人家说这个不可能是老家了 要回费了吧 不要说太多了是怕怕看老家而已 在过去这一年大概现在你看到是最好的一次啊 然后希望说未来每个礼拜都可以像今天一样 那我们估计大概业绩可以回龙个一两成 甲仙因为扮演南河公路的中继站才得以发展观光产业 甲仙民众预估等后端的那马下乡 桃园乡和南河交通都畅通了 甲仙的产业规模才有可能全面恢复 记得网易生猫全高雄报道